在光鲜亮丽的副驾驶 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 看过苏格拉底的一个故事 苏格拉底在弥留之际时 被助手说 你能帮我找一位优秀的传承者吗 助手硬承下来 此后他四处寻找合适的人选 可苏格拉底都不满意 正当助手十分沮丧时 苏格拉底对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就是最合适的人呢 助手听后 羞残地低下了头 现实中有很多像助手这样的人 总是怀疑和看清自己 所以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莫言在挖里写道 人必须学会自己抬举自己 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 那谁还会把你当成一个东西 生活从来不会对谁网开一面 命运永远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学会自我抬举 才能扛过世事磨练 拖起自己的人生 一遭受打击不自卑 在一次演讲中 于敏洪说 如果你只会贬低自己 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门 就都对你关上了 生活不顺是常态 每个人都难免遭到种种打压与欺凌 若一味否定自己 只会不断加深痛苦的现状 让人难以走出低迷 想要改变处境 关键不在于提升能力 而是要戒掉内心的敏感与气弱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文字生涯一书中 回忆了年轻时的经历 萨特幼年丧父 四岁时患上脚膜意 导致右眼失明 因为生理上的缺陷 玩伴和同学们经常嘲笑他 很长时间里 他一直活在自卑中 每天离寻所居 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 为此他还特意留了长发 试图遮挡右眼 但这一举动 却招来了更多计讽 这让萨特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后来外祖父知道了 对他说 孩子 不要试图遮掩你的缺陷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真正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听了这话 萨特如梦初醒 于是他剪掉长发 再也不惧别人的眼光 战胜自卑后 他开始主动追求自己的哲学梦 每天坚持阅读 最终 凭借努力和坚定的信念 萨特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作家李小木说 接纳自己 不仅仅是接纳表面的自己 更要接受 那个藏在黑暗角落里 不肯抬头的自己面对打击时 最重要的不是让别人瞧得起你 而是自己瞧得起自己 自卑和敏感 只会禁锢人的成长 让我们失去很多的机会和可能 唯有肯定自我 才能激发潜能 让自己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契和夫说 人相信自己是什么 自己就是什么 当你戒掉自卑 自然就能拥有改变的勇气 将人生局面逐渐扭转过来 二 面对挫折 不放弃 鲁豫在偶遇中说 无论是谁 我们都藏或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 那是一条漫长 有黑 阴冷 令人绝望的隧道 成年人的世界 面对生活的刁难 没有人可以幸免 扛不住就会被压垮 撑住了 才能在命运的锤炼下 实现脱胎换骨 作家行情节 出身贫寒 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 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 尽管条件艰苦 他却不曾放弃自己的创作梦想 每天干完活后 别的工友在休息闲聊 他在一旁看书 到了晚上 即便累得不能动弹 他也会写上一会 为了生活所迫 他还当过屠夫 卖过猪肉 当卖猪肉的小案板没人光顾时 他就趴在案板上 写下自己的所念所想 在他的坚持之下 他的文字终于变成了签字 迄今他已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 成为著名小说家 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 轻易延弃的人 早就被中途淘汰 只有那些拼到最后的人 才能得到最终的丰厚回报 看过方便面之父 安藤百福的故事 为了研发一款素食面制品 他辞掉工作 全身心投入其中 但由于缺少参考 在争竹 配料和油炸等等环节 他遇到了种种难题 数年间 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 很多朋友都劝他别再研究了 不会有结果的 安藤百福却不为所动 他不断总结经验 改进技术 终于在48岁时 他研发出世界上的第一份方便面 现实里 有人看着漆黑的路 望而却步 陷于逆境不可自拔 而有的人却把挫折当作垫脚石 在困难中不断沉淀自我 最终实现破局 很认同一句话 从笔画上来看 放弃有15话 坚持有16话 坚持只比放弃多一点 当下再苦再累 请再多撑一会 多试一次 只要熬得住 你就一定能够涅槃重生 将每一次试炼 都化作成长的礼物 三 历经磨难 靠自己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 曾讲过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有次 父亲赶着马车 带肯尼迪出去游玩 在一个拐弯处 因为马车速度快 肯尼迪被甩了出去 他大哭起来 嚷道 爸爸 快来扶我 他本以为父亲会过来 但等了一会 他看到父亲依旧坐在车上 他又朝父亲喊 父亲说 你自己站起来无奈之下 肯尼迪只好自己爬起来 摇摇晃晃地走进马车 看着儿子一脸委屈的样子 父亲轻声说 人生就是这样 跌倒 爬起来 奔跑 再跌倒 再爬起来 再奔跑 没人会去扶你的 在任何时候都要靠自己 想起皮囊里的一段话 常常熬不住的时候 也想找个靠山 可是你怎么找就会发现 有的山长满荆棘 有的山全是野兽 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只有靠自己 你才能活得最有底气 戏曲大师程彦秋自幼学习京剧 进入变声期后 他的声带受到大声 嗓音大变 他的音色变得低沉不算 还夹杂着让人忌讳的鬼音 小姨无果后 家人带着他四处拜访明师 前辈们一听他亮嗓子 纷纷摇头说 这孩子没戏了 当家人都陷入绝望时 程彦秋却咬着牙说 我自己在练练 从那之后 他整日把自己关在练工房 他一边练嗓子 一边翻阅声乐教材 学习发声技巧 经过一次次练习 几年后 他摸索出一种 以气催生的新唱法 这种唱法 不仅弥补了音色上的缺陷 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凭借自身努力 程彦秋最终挽救了 自己的演艺生涯 并且开创了 成派表演风格 汪国珍说 命运靠自己把握 生命是自己的画板 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着色 人这一辈子 总要遭遇一些 突如其来的难题 没人会一直为我们撑散 只有靠自己的双手 才能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在光鲜亮丽的副驾驶 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 把安全感捏在自己手中 你才能将人生这辆车 是离开往想要的终点 作家麦克福尔在百度人中 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那么 谁会是你灵魂的百度人 生活告诉我们 答案只能是 自己 人这一辈子 有怎样的成就 或什么样的日子 从来都有自身决定 学会自己抬举自己 低落实不自卑 逆境中不延弃 凡是靠自己 凭借自己的力量 将人生过得意义生辉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